旧金山合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大部分同盟国跟日本签订的和平条约 而4月28号是旧金山合约生效满70周年的日子 这一天在立法院议政博物馆举办开幕特展 副总统赖清德、立法院长尤锡坤 以及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等人都到场来参与 由于这合约的内容涉及台湾主权 主办单位也呼吁民众一定要来观展 了解这个合约对台湾的重要性 请剪彩 贵宾们一同剪下红彩带 宣布旧金山合约生效70周年特展正式开幕 副总统赖清德、立法院长尤锡坤 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等人 也都到台中雾峰立法院议政博物馆共襄盛举 并呼吁大家一起来观展 今天的展览 如果有更多的国人来了解来参加 对旧金山有更一步的了解 对旧金山合约有更一步的了解 我相信国人零距离 一定可以更加的团结 主观风雕万国行 烟河宝斗美东行 立法院长尤锡坤现场也以吟示的方式来诠释旧金山合约 表示在二战过后旧金山合约内容条文写到 日本放弃台湾、澎湖、南沙群岛与西沙群岛一切的权利 而后台湾再经过极权统治、民主化 已向全世界证明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因为旧金山合约对台湾来讲非常重要 它关系到2300万人民的幸福 依照旧金山合约变来就跟中国 就说跟中国就一边一国 那这个如果说让台湾全民都知道 不但会增强我们的国家认同跟防卫意志 让国际都知道的话 那全世界的民主国家会更加努力来生严我们 那这样台湾就更安全 适逢旧金山合约生效70周年 台中物丰立法院议政博物馆 从节日起至8月底举办特展 副总统赖清德、立法院长游锡坤 也鼓励民众一定要来看展 了解历史也会对台湾民主生化工程 有很大的帮助 记者庄师亭台中采访报道